第131集 桑七刚才正巧也在琢磨这事 细细盯着地图 还没等燕云芝开口 便率先沉吟道 既然我们本来人数就不占优 更不应该分散有限的兵力 既然白马河和洛水多处可渡 我们不如就集中兵力 死守两个关键渡口 也免得处处设防 处处薄弱 最终落得被各个击破的下场 燕云芝挑眉看了他一眼 满意地点点头说道 燕某也正是此意 诸位便照桑将军说的作伴 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肯定 桑七高兴地朝对面的炎炎挤了几眼睛 炎炎却因为自己一直没什么表现的机会耿耿于怀 不满地哼了一声 然而 看似无懈可击的战术 刚刚实行了两天 便不得不被更改 有急报传来 从齐昌前来会合的桑家军 在平津东北侧的瓷城陷入了西昭军队的包围 瓷城乃是浙水以南的第一处重镇 若被敌军占领 可成为他们在浙水南部的重要补给点 听说带领这支包围队伍的 是西昭明将忽炎克 忽炎律两兄弟 桑七和董仙念不约而同地皱起了眉头 旁人许是没有领教过这兄弟二人的厉害 董仙念却是亲身经历过 探道 桑公不在了 我们对付这两个人 怕是有些吃力啊 炎炎却不以为然 只觉得自己一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 摩拳擦掌的跃跃欲试 说道 不如让我也带一支队伍 前去解围 一直在平均窝着 明明上了战场却没有打仗 也挺无趣的 桑七对此持不同意见 不 这是桑家的队伍 我觉得我自己带领大伯给我的三百经济前去比较合适 一看桑七又要抢自己风头 炎炎有点不高兴 脸一扬 师姐 论谋略战术 我的确不如你和师兄 可是此的冒险之举 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子去呢 担论武功 我觉得我还是不逊于你的吧 桑七却摇摇头 认真地看着他 说着 正因为你不善谋略 才应当我去 一来 我家的三百经旗 都与护炎兄弟交过手 对敌方有所了解 二来 我们还要集中兵力守卫平均 以防敌方大部队来袭 不可能调拨太多人过去 我带领三百经旗 数量上也最为合理 而这以少敌多之战 如何取胜 谋略正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 对方不是武艺高强 令人闻风丧胆的名将吗 就算你再有战术 能打得过吗 炎炎还是不甘心 想争取到这个打头阵的机会 不一定 但我们怕他 呼颜兄弟的名号 呼颜兄弟 也怕我桑家的名号 我想 我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吧 桑弃坦言道 眼看二人各执一词 互不相让 一直沉默不语的 燕云芝开了口 温声道 燕某道有遗迹 需要你们二人配合执行 一听俩人都能去 炎炎赶忙上前一步 兴奋地问 什么鸡某 燕云芝眸光深邃 注视着地图上的白马河 微微一笑 说道 此记名为 声东击西 说着 他在辞城以北 用修长的手指 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 自平津 一路引向浙水 燕眼先率领一万人 杨庄从西路出击 绕到敌军背后偷袭 西昭人见我军有此意图 定会分兵前来抵挡 距离最近的 便是已经在浙水以南的忽颜部 到时 磁城的守备便会有所放松 桑齐在趁调虎离山之际 带领三百精兵前去 迅速突围 带回磁城军民 桑齐听完 府长叹道 妙计 这样一来 有炎炎的大军心颖注意力 我也就不怕后面戏招再派人支援了 炎炎听来听去 觉得好像立功的机会还是人家的 自己只不过是去走个过场而已 有点不高兴 然而 军令不可违 燕云芝这么安排了 他也不好说什么 所以告退 心不甘情不愿地去调拨属于自己的那一万大军 次日傍晚 掩掩带队在平津城北的渡口集结 准备跨过落水 向北进发 桑齐也率领着三百精旗 打算与他们一起渡河 在对岸暂时隐匿 随时待命 这将是他们此番对阵 西招打响的第一仗 能不能成功 谁心里都没有底 桑齐明显能感觉出来 连战场是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的炎炎 昨天还嚷嚷着诱敌没劲 如今却有些紧张 握着缰绳的手上出了很多汗 便走过去凑近了些 低声问道 还怕吗 瞎说 小爷怎么会害怕 炎炎倔强地直视前方回了一句 一百倍猛烈的江峰鼓起 声音也在风中微微发颤 大烟刚刚过完一个雨水充沛的夏季 向东奔流而去的落水和波涛怒嚎 腾起灼浪滚滚 天幕灰暗 阴风呼啸 黄流汹涌 站在河边的人都不由地将披风裹得紧了紧 炎炎队伍中步兵先行 一船一船黑压压的向对岸漂泊而去 船只摇晃好像随时都会被浪涛驱逐或吞没 带领一众骑兵走在最后的炎炎准备出发了 落紧缰绳回头看了桑齐一眼 放心 你一定没问题 桑齐目光灼灼地挥了挥握紧的拳头 为他加油打气 当然没问题了 小爷是想说啊 等着爷的好消息 炎炎嘴唇发白 说完深吸一口气 一咬牙夹了夹马肚子 马蹄阵阵融入了波涛声中 渡船回来后 桑齐和董先念也带领突袭的三百惊奇过河 比起先走的炎炎一对来 这一批人都显得非常平静 为了追求行军速度 战马上尽量减少了装备 众人穿的也都是轻便的软甲 分裂三排 整齐划衣地站在河岸边 急目远眺对岸 面色无波 就好像等待他们的任务 只是过一条河而已 而不是前去解救 被虎狼之师围困的军民 只有作为主帅的桑齐 虽说不是第一次见识到战场 没有炎炎那样忐忑 但毕竟是第一次做主帅 不安还是有的 牵着自己的马 在原地焦虑地转了两圈 海口是夸下来了 可对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忽颜兄弟 还带领着三万人马 自己只有三百来人 真的能顺利完成任务吗 事到临头 在紧张的气氛中 桑齐难免也要想想 万一没成功 不但没能解救辞城之围 带着这三百人 还有去无回怎么办 正在他隐隐担忧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身后有人拍了拍自己 还以为是董仙念 一回头发现是白衣飘飘 前来送行的大司马燕云芝 于是策马转过来 犹豫地看着燕云芝 欲言又止 他很想问燕云芝一句 如果 如果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 自己出师未竭身先死 会不会太窝囊 不料燕云芝却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抬手帮他理了理额前的碎发 温声说了句 早起早回 连篇说要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